MING PAO TORONTO 從今季開始,英超開季後各球隊都不可以再買人 所以利物浦已經一早完成早軍工作 無主力離隊之下對正夏若加強中場控制 換門將艾利神,加上沙基利,實力有增無減 球隊深度足以應付幾條戰線 而目標亦很明確是挑戰冠軍 戰術打法方面不會變,默契照顧越來越好 非常期待利物浦今季的表現 韋斯咸的真兵工作亦很有野心 收購方面終於針對後防援班 中前場還有韋書亞、安達神、耶莫蘭高加盟 不過今場表現反映了大量新人加入,適應需要時間 今場正選有五個新人,防線佔了一半 默契方面對比利物浦一定差很遠 今場主要分析利物浦的進攻套路 看看韋斯咸如何應付利物浦 從而了解應該如何防守利物浦 利物浦的戰術仍然以4-3-3為主 前面三箭頭主動迫搶韋斯咸的防線 盧布看見防線被壓,主動現位中場位置搏腳 韋拿杜姆一早知道Barbola可以傳給盧布 所以已經起步給壓力盧布 盧布感到壓力不敢控球一腳送上前 羅伯斯也知道隊友迫搶方法 預判到盧布會傳上來 一早預備好搶先安東尼身前攔截 要至於費明盧這個時候 視線是望向文尼那邊 然後他會主動走向中間迎波 目的想拉走中堅Barbola 被拍檔文尼走入Barbola身後空位 這個是利物浦慣常的走位套路 但Barbola亦沒有中計 回後維持防線完整 試想像如果Barbola跟了費明盧出去 文尼面前已經中門大開 Sara可以輕鬆一撞已經形成單刀 但Barbola沒有走出去 韋斯咸中場禁區頂位置仍然中門大開 所以重點是韋斯咸中場太容易被打穿 利物浦三戰後如常收入中路 將韋斯咸四人防線收窄 這種打法大家應該都不密身 讓出兩條邊路被兩閘後上助攻 所以防守的重點是韋斯咸兩翼 有沒有回防阻止兩閘後上 另一方面韋斯咸雙中場未能有效保護韋斯咸中場中路 理論上中場應該站在禁區頂位置形成保護線 左隔離物浦中場與前線的全球路線 同時收窄禁區頂空位 兩翼同時回防防守利物浦兩閘 減少利物浦空間,逼他們長傳 就是中間禁區頂位置,利物浦經常會利用 將防線收入禁區已經是對付利物浦必備做法 利物浦三中場一個在最後鬥著派牌 另外兩個看機會向前插入兩邊空位 這裡看看詹斯咸雅勒勤力的走位 第一下走位沒有波度,立即調整自己的位置 再去迎波,沒有位走到有位 這個時候位書下見到詹斯咸雅走到左邊 立即看看身後位置 原因就是米拿這樣走 正路左閘馬蘇亞古會離開位置防守米拿 如果馬蘇亞古走開了 中場就需要保閘與中堅之間的空位 你看到沙拉已經預備好 提示阿諾傳到身前的空位 阿諾遲遲未交給米拿 就是看有沒有位傳入禁區給沙拉 衛書下見到這個情況就失去空位 但左閘的馬蘇亞古可能不知道衛書下保位 沒有第一時間阻止米拿傳中 令米拿傳出一個非常有威脅的傳中 廢明龍經常回到中場拿球 基達見廢明龍走開準備走到前方位置 韋斯咸中場進行迫搶 一對中場被廢明龍及米拿拉開了 完全沒有人留意身後基達 韋斯咸一對中場加進攻中場壓前 迫搶需要收窄對方空間,將防線壓上必須 但韋斯咸防線沒有跟著中場壓上 造成中間位置沒有人防守 導致中場與防線斷開連接 正常迫搶方法 防線需要跟隨壓上 令中間空間收窄 不讓對方輕鬆傳播 但因為對著利物浦 互亂壓上又會被後場空間Sana和Money發揮速度 令韋斯咸防線不敢壓上 所以沒有信心迫 最好的防守方法就是中場回後塞中場位置 讓利物浦自己在後場互傳 現在見到中場與防線中間斷開了 基達一走進去已經直接面對防線不斷推 利物浦一對翼鋒走位方法一定會一起走入中間 將韋斯咸兩閘拉入中路 讓出邊路被閘後上 這就是利物浦廣常的進攻套路 很多入球都在禁推兩邊塞地包入中間撞入 所以最好的防守方法就是圍戰陣形 站在球後面防守 這樣令利物浦沒有空位向前傳 只可以在後面保持空球 利物浦當然不會手朱代套 米娜這時候走到右邊 阿洛走入中間 變相兩個暫時會換位置 目的是拉散韋斯咸中場防守 韋斯咸又中駕被利物浦全球走位慢慢拉走 韋斯亞跟米娜去邊路 盧布上前給阿力,韋娜到母 韋斯上前迫基達 三個中場各自散開 中路防線前面這個位置再次開放 費明龍見到立即走到這個位置迎波 高美斯沒有失給費明龍 傳到另一邊 韋斯繼續上前迫基達 文尼見到韋斯上前 立即走到他的身後位置現位 韋斯見到中場人手不足立即反回位置 變相米娜跟阿洛在右邊有很多空位 雖然這個攻勢最後利物浦是以長傳作結 但可以見到利物浦怎樣用全球和走位 引韋斯咸中場離開防守位置 怎樣利用韋斯咸球員身後位置 所以防守的重點是維持對型 不要輕易被拉走,失好後場空位 費明龍回後引盧布防守 基達見費明龍回後拉走防中盧布 又趁擊走到費明龍拉出來的空位 韋拉杜姆輕易傳給基達後 韋斯咸整條中場線已經散了 利物浦兩名翼鋒作戰向中間走位 將韋斯咸防守拉入中路 讓出兩邊空位 人吸入中路,吸引韋斯咸球員注意 費明龍就在邊路出現 又是四人防守入禁區中間 所以邊路就好靠一對翼防守 這裡見到安多尼奧沒有回防 Sara沒有用看管 然後另一邊新加盟的安達神見到米拿進去 但追追下收步不追,完全沒有防守意識 令米拿可以輕鬆接應傳中 修正入小禁區 失敗後,Barbola望回頭 就曼曼安達神為何不追 最後韋斯咸落後要追,所以收起韋斯 換有新敵加斯加強進攻 韋斯亞跟基達走去 這個時候盧姆偏左 提示口防疫轉於米拿拉邊 費明龍這個時候望向中間 就見到韋斯咸中場離開位置 因為Sara站在中堅和閘中間 令到Barbola不可以輕易離開位置對上米拿 安東尼奧又要負責右閘阿諾 所以為何米拿經常會走到右邊 就可以overload韋斯咸的左路 令韋斯咸中場要調過人手去防守他 從而拉出中路空位 費明龍在中間完全無人防守下 就可以直接挑戰防線 雖然這球明顯越位 但重點已經不是誤判 而是韋斯咸今場的防守方法錯了 最後可以見到利物浦的霸氣 基本上所有球迷或球評家 都非常看好利物浦可以挑戰晚城冠軍地位 利物浦整體實力無容置疑 但挑戰冠軍的重點實力是其次 最重要是穩定性 在一季的比賽中 對著中下游球隊 3分一定要得到 沒有失分空間 對著強隊 也應該最少是坐和望贏 憑著這個穩定性才可以挑戰冠軍 但利物浦近幾季的表現 就被人看到沒有這種穩定性 所以利物浦今季可否克服這個弱點 就成為一個關鍵 亦值得大家觀察利物浦的表現 對著強調駕 對著強調駕 但有機會讓你去想找一個 卻是強調駕的 對著強調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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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